大家好我是宝君 一个身形膨胀的胖子 来到馆子里吃各种山珍海味 越吃胃口就越大 身形也膨胀到了银河系 一部脑洞大开的高粉动画 食人膜 杰克是一个典型的巨肥胖子 因为肉省的热量消耗的太快 刚吃饱完过过一小时 肚子里的灰虫又会溜出来闹革命 所以每天都要不停的吃 吃到完全塞不下为止 看到笔箱里什么毛线都没有 杰克桌上迪士 打算去酒楼好好地塞一顿 司机大脑 看到他这么膨胀的身形 很日趴趴 一身柔软的脂肪 像是一个圆球一样 塞满了整个车厢 而下车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车门口比较小 需要使出编密一板的力气 才能钻出来 来到一家豹满的酒楼 食客免正在等待着肉餐上桌 一道探考生考 够了几个想要想要的 毕竟这东西 被称都是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自无养人的功效 数十一流 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服务员就热情的招待起来 将店里的几个招牌赛 都端了上来 平时吃宽了各种垃圾食品的杰克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精致美味的佳肴 忍不住直接用手爬了起来 通常大胃王吃东西 都不太讲究好不好吃 最大程度的满足口腹主意 才是最重要的 杰克直接加一个生蚝 连肉带壳吞了下去 胃口一下子就掉了起来 嘴巴像是垃圾桶一样 浓车的东西都塞了进去 几秒钟就让周美上的食物散发 身心也瞬间膨胀了好几倍 就快要蹬了个坊 顶到天花碗都要爆棚了 食客们看着眼前的杰克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服务员在这中央各种美味肉材 直接爬到他肉身上 塞进嘴里 杰克的食欲完全被激活了 食味就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刚好酒楼里面 有这么多生人肉菜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只是一下子塞的态度 胃气伤力 直接一口吐了出来 身心已经膨胀到 溜出酒楼都十分困难 他成了一个巨人 高楼大扫山川河流 都成了他脚下的尘埃植物 天上的飞机 被他一屁股压成了渣渣 地球弯物在他面前 比蚂蚁都含要渺小 就算反掌整个地球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微不得锅量负担 使他再次嘔吐不顶 又已经半消化状态的流状食物 也有完全未咀嚼过的 各种鱼虾肉菜 但是身体的消化系统 依旧正常的润转着 吃了东西就会有消化和排泄 所以放个想披什么的 也是很正常的 一般如果消化不太好的话 想披脸脸之后 基本上都是要排泄一番 职场里面的东西 顺着高门排了出来 仔细一看 咦 竟然是一条鲸鱼 上土下戏的样子 像极了食物中毒 偶头部淹没了地球上的所有东西 贪吐一遍 杰克也爬在那里睡了过去 银河违背地球违闯 一觉醒来之后 他感觉自己有点孤独 从来没有如此的情境地球玩物 在浩瀚的银河系当中 探河地球也只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埃 食欲的膨胀 去使他狙击他让巡视之路 地球已经没有任何可食用的资源 他纵深语言 向其他星球进发 慢慢消失在宇宙的尽头 全编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的画风很简笔 也很怪单 讲述的是讽刺人类弹域的主题 地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 只能追求他星球 寻求新的家园 弹域是无止境的 最终多久了无尽深渊 感谢观看